兔子的有趣特点有几点 第一,兔子都具有长长的耳朵 并且可以接受声音的反馈 这是兔子听觉异常灵敏的原因 并且摸起来手感也非常好 第二点 兔子因为耳朵血管比较多 还可以起到调节体温的作用 第三点 兔子经典的三半嘴的特征 这是兔子为了更好的进食 从而进化的一种标志性的器官 第四,胆子小敏感 善于挖洞和跳跃 跑起来会比较快 性情也比较温和 耳朵很长 听觉灵敏 四肢强壮有力 肌肉比较发达 眼睛比较大 有较大的视觉范围 新陈代谢旺盛 萌肠发达 没有全齿 躯干 身躯 比较灵活 乖巧 可爱 以上特点都是对于兔子来说非常有趣的 但对于兔子来说 还是需要加强平日的饲养和管理 给兔子创造一个忧静清闲的环境是尤为重要的 因为兔子胆子天生比较小 很容易出现惊吓过度而死亡 所以在后期的饲养中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兔子的饲养和日常的管理